听故事,品历史,这里是历史映像机,我是牛哥 公元前210年10月,一封检举信摆在了刘邦的办公桌上 检举信的内容是举报楚王韩信谋反 有历史学家怀疑这封信是刘邦命令他人书写 因为一年前韩信藏匿了项羽的大将仲黎妹 刘邦得知此事后,曾向各地下达了一封追捕仲黎妹的诏书 希望韩信主动将仲黎妹交出来 但韩信没有任何反应,自己的领兵大将藏匿敌国将军 这件事在刘邦看来是个高风险事件 尽管刘邦知道钟黎妹与韩信是好友 韩信藏匿钟黎妹可能只是出于朋友情谊 但也有可能是密谋造反 对至高无上的皇权来说,任何威胁都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 就在刘邦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时,就有了这封检举信 时机把握的太巧了 刘邦拿着这封信开了一个会,专门讨论这件事 统一各方的态度 会议结束后,陈平提议刘邦难寻云梦 再把韩信招到云梦问罪 老师只需要三五个刀拂手就能解决韩信 刘邦开会时就没想着保密 所以韩信很快就知道了检举信和刘邦难寻云梦的事 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 韩信去云梦面见刘邦时,戴上了钟黎妹的脑袋 或许刘邦只是想敲打韩信,也或许是刘邦念戏以往的功劳 总之,这一次检举信事件的结果是,韩信被贬为怀音侯 韩信此人在战场上非常有决断力 但是在朝堂上却和幼儿一般无知 检举信事件后,韩信如果加紧一把,安享太平富贵 或许还能有一个美好的晚年 但韩信却开始花痒作死 首先,他经常称病不参加早朝,用消极态度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气 其次,韩信自知此生不再进一步的可能 也就不再珍惜与刘邦的君臣关系 经常用风凉话,牢骚语来挑战刘邦的底线 公元前197年,韩信曾经的部下陈希前来拜访 韩信做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死 他对陈希说,如果你谋反,我愿意在京城做你的内应,助你一臂之力 不久之后,陈希果然叛变,自立为代王 刘邦欲驾亲征,韩信谎称有病,并未跟随刘邦评判 就在韩信秘密准备响应陈希时 他的门客却将此事密报给了吕后 吕后求告萧和,萧和说 这是好办,就说陈希已为秦 群臣都在朝中祝贺,必能将韩信哄骗进攻 这是当年云梦泽的套路 韩信还是傻乎乎的孤身进攻 因当年刘邦曾封韩信五不死 也就是见天不死,见地不死,见君不死 没有捆他的绳,没有杀他的刀 所以吕后命一群宫女用竹签将韩信扎死 再将他吊起来,放在一口大钟里 让他不见天日